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6月26号星期五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跟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关系似乎更为微妙 昨天6月24号他们两人联名给河南的国王和王后发贺信 说有意思一个旅居河南的中国大熊猫担了一个幼崽 因为这个幼崽他们就发贺信 贺信中提到中国和河南的友谊 而且说在新冠疫情中的合作 那么当然中方的报道又把河南国王和王后的话 显然做了一个编辑或者是编串或者是强加 说是河南的国王和王后又是说 综合在新冠疫情中的合作是如何的表示良好 或者是抗击如何的成功等等 或者说是综合两国什么有意的新篇章等等 显然这些话不太像是河南国王和王后所说的话 当然河南国王和王后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 她的真正的直权在民主选举的内阁和议会中 那这已经是本月第二次习近平和彭丽媛联名写这样的信 或者说联名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同寻常 在中共以前的领导中很少有什么领导人联名夫人写信干什么事情 而前不久 6月18号 习近平和彭丽媛联名做了一件事也很古怪 那就是送花圈 说有一个中共的元老叫谢绝哉的夫人王定国死亡 这个谢绝哉在延安被称为五老之一 那么他的夫人一直活到一百多岁 那么在今年6月份死亡 死亡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联名送鲜花送花圈 这也很少见 因为以前的中共领导人 不管是胡温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 还没有领导人联名说自己的老婆去送花圈 一般都是写他本人的名字 尤其作为所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根本不存在跟夫人联名的问题 所以这两次联名反而释放一个信息 似乎在说习近平跟彭丽媛关系完好 没有问题 似乎在辟谣 以某种不露面的方式辟谣 因为国内外都盛传 说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关系出了问题 可能出了家便 两人闹翻了或者分居了 甚至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跟他父亲习近平搞翻了 那么中共在6月份连续两次通过联名的方式来放这个消息 显得有点刺对无影三百两 因为辟谣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共同露面 比如习近平跟彭丽媛共同露面 这才能显示有没有问题 如此简单却不揍 而扰了这么一个圈子 有可能是习近平方面的强家 连彭丽媛都不同意就被怜悯 被宋华圈被罚核信 可能彭丽媛本身都不赞成 那么习近平跟彭丽媛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那么有各种盛传 说他们因为香港问题发生了分歧 因为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质疑妄为 扎赖香港 推港版国安法 说彭丽媛不同意 说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另外中美关系上也出了问题 因为他们的女儿 习明泽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据说去年底又回到了美国 以安全 出于安全或者执意的要求 据说他住在中南海 感觉到失去了人身自由 成天被跟着 相当于被监控 因此他宁愿回到美国 那么由于女儿的事情有可能引发了加变 另外彭丽媛本人实际上非常喜欢美国 非常亲美 那么我以前认识一个画家 是很有名的艺术家 他告诉我 以前他跟彭丽媛很熟悉 说在习近平在福建为官的时候 彭丽媛还没有想过习近平会当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时的彭丽媛跟其他艺术家组团到美国来访问 演出 之后他就非常的对在纽约一带非常留恋往返 据说他非常喜欢在纽约有四大中国城 最大的中国城是法拉盛 就是新兴的华人聚集地 叫法拉盛 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城规模 那么说他在那里整个晚上都跟其他艺术家在街上走都舍不得睡觉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就说明彭丽媛对美国 对纽约 对法拉盛很有好感 再加上他的女儿在美国留学 所以对习近平的这种反美情绪 这种砸烂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战跟美国全面为敌 显然也看不下去 其实习近平跟彭丽媛出问题 还可能出在信仰上 因为彭丽媛信佛 这已经众所周知 在2015年的2月 情人节那一天 2月14日 他到西安大宴塔 佛塔去礼佛 受到当地的方丈的热情接待 那么当时有相片 有视频都疯传 但是中共官方却很快删除了他的这些相片和视频 因为习近平和王沪宁在党内主张 说共产党员不得信佛 不得有其他信仰 说你是共产党员 你就是无神论者 就得忠于党 不得有任何的信仰 那么这显然是对彭丽媛的打击 彭丽媛不仅是党员 还是中共的比较有级别的干部 除了他是第一夫人以外 他本身在部队是所谓军职二级 相当于军级的干部 而且是所谓国务院的特殊专家 因为他是军方出身的歌唱家 另外 彭丽媛后来兼任过解放军所谓艺术学院的院长 因此级别不低 既是官员 也是党员 因此针对佛教 针对反对信仰就直接冲着他而来 所以显然令他心中不快 实际上 习近平跟彭丽媛这些问题还可以说远远流长 因为以前彭丽媛在一个电视采访中就说他跟习近平结婚二十年 聚少离多 因为他是歌唱家要到处巡回演唱 而习近平的政务很忙 说他们夫妻很少在一起 这就说明了问题 基本上就形同分居 而当时习近平在福建围观的时候也传出了种种的绯闻 跟其他的女人游染 这也就是香港那本书的由来 也是跨境绑架的由来 就是香港的唐龙湾书店出版一本书 前后两次取名 一个取名叫《习近平和他的女人们》 后来又有一本书取名叫《习近平和他的六个女人》 这本书引发了跨境绑架 就是习近平下令国安便衣跨境绑架香港书上 就是把李波直接从香港绑架到中国内地 其他的一些书上分别在泰国 有在深圳的时候被绑架 包括有瑞典公民身份的桂敏海在泰国被绑架 还有香港公民林荣基 后来被中共审判之后 放回香港之后 他现在已经流亡到台湾 在台湾重建了铜锣湾书店 那么这个跨境绑架导致后果很深重 后来习近平导演了一场跨境绑架商人 就是肖建华 肖建华因为声称为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打理财产 也遭到绑架 这两次绑架相当于砸烂一国两制 分别发生在2014年底 2015年初和2017年 这也就是去年6月9日 习近平要推逃犯条例的由来 因为逃犯条例就想把非法绑架合法化 因为以前的非法绑架备受诟病 这件事通了马蜂窝 惹了大祸 随后就引发了香港持续半年以至于一年的大抗争 再后来就是习近平一不住二不休 干脆推崇过法 港版国安法 来彻底砸烂一国两制 丢失 放弃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 这些做法显然跟彭丽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实际上习近平身边的人放风去诬陷彭丽媛 因为显然是习近平缩死人去香港绑架 但是习近平却派出身边的人到海外到处放风 说那件事是彭丽媛干的 彭丽媛得知有那本书的出版之后说渡火中烧 然后是发泄 就亲自通过彭丽媛办公室彭办下令国安便宜去香港跨境绑架 这个结论我在几年前就听说过 这个传言 但是我不相信 因为彭丽媛没这么大的权力 彭丽媛要这么做的话 那些国安便衣也会要去汇报给习近平 显然是习近平阵营对彭丽媛的一个转嫁 嫁祸 想把责任推到老婆头上 所以这些事情都可能让彭丽媛很愤怒 而彭丽媛跟习近平相比的话 彭丽媛应该是相对比较厚道 比较善良 信佛的人尤其如此 相对来说尽管尽管是很厚道 都是共产党体系中被污染过的这些材料 都是属于负面的或者灰色的人物 但是相对而言 就是坏的程度来说 彭丽媛应该比习近平要好得多 这也就是彭丽媛为什么对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看不惯的原因 实际上这些年彭丽媛出场的场面越来越少 在习近平头一个五年任期内 彭丽媛经常陪同习近平出访 但是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之后 彭丽媛就陪同的次数越来越少 上一次陪同习近平出访是在去年11月 2019年11月陪同出访希腊巴西之后就销声匿迹 而在之前 他的陪同出访的次数已经大为减少 那么后来有彭丽媛的消息是今年1月份 一次说彭丽媛写信给美国的什么朱利亚学院的院长 还有一次说彭丽媛在回答斯里兰卡什么学生的来信 也都是1月份 而1月份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当时1月份习近平到云南去进行所谓考察 假装去慰问 当时说有人问他说彭妈妈来了没有 所以习近平回答说他没有来 现在要过年了 在家里忙着了 这句话实际上没有意义 作为所谓第一家庭 最高领导人还有第一夫人 有什么过年的事可忙呢 那种事情不足以防按所谓的公务 彭丽媛和习近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共同的公开露面是去年12月 在澳门出席澳门的回归仪式 之后现在半年多 双方没有共同露面过 说到彭丽媛越来越少地陪同习近平出访 其实还有一个敏感的事情 2013年彭丽媛曾经陪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人们注意到 从那年之后 习近平还多次访问俄罗斯 几乎每年都去 但是从此之后并没有彭丽媛陪同他访问俄罗斯 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实际上曾经对彭丽媛有性骚扰的行为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4年 在北京当时有一个APEC峰会 就是亚太今后组织峰会 峰会开幕的当天晚上举行一个晚宴 在观看所谓水利方的表演 当时习近平一边是坐着美国总统奥巴马 旁边的是彭丽媛 彭丽媛再过来就是普京 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时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场景 那个场景之后开始有视频和相片 后来中方在播出之后刻意地删除了 就是似乎天气有点微凉 普京就以这个为借口 突然拿出一张毯子给披在彭丽媛身上 而且这个毯子根本不知从何而来 是在他座位下面还是在其他地方 彭丽媛当时非常吃惊 看到普京一眼说了一声谢谢 但是彭丽媛感到很不自在 然后几秒钟之后彭丽媛站起来 站起来把毯子交给了服务员 然后服务员把这个毯子带立了现场 当时普京也非常尴尬 而习近平坐在一旁假装没看见不自身 这个场景在一般的社会理解 有人说普京是绅士行为 关心女士 其实普京从来就不是绅士 是克格勃出生 在苏联或者俄罗斯这个体育状有匪性 而经常又是什么半裸体骑马 射箭柔道 从来没有人把他跟绅士连接起来 第二个他给彭丽媛披衣服 并不是一般的衣服 是随便抽了一个毯子 实际上犹辱国母 犹辱中共的第一夫人 间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 再一个莫名其妙给人披上一个毯子 而彭丽媛感到不安 把毯子交了出去 交给服务员带走 显示彭丽媛本身感到并不舒服 所以这个行为中共官方赶紧把这个镜头取消 从更广义的意义上来理解 那就是从国际上一般规则来讲 实际上普京这个动作是对彭丽媛的性骚扰 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针对女性的行为 名为关心实为表达某种暧昧之情 所以从此之后就看到彭丽媛没有再陪同习近平去俄罗斯访问 而在后来的这些日程中 如果是普京来中国的话 似乎彭丽媛的座位都有所变化 所以这些事情累积起来都可以看出彭丽媛对各种事情的不满或者是不舒服 所以最近中共官方突然通过这种习近平彭丽媛联名什么罚贺信 联名送花圈 这种稳所未稳前所未有的这种举动显示 恐怕反正习近平跟彭丽媛之间的确出了某种问题 那么据说还有什么干部去官员去劝说彭丽媛顾全大局 但是彭丽媛似乎是寓意拒绝 也就是说彭丽媛跟习近平究竟处于什么状况 是离家出走还是分居还是分离还是不相往来 甚至是断绝关系甚至会走向离婚都有可能 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是要变着花样的长期执政终身执政 赖着总统的位置不走 而且把他的老婆也休了 试图要寻找新欢或者是新婚 那么对普京很羡慕 也想变着花样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的习近平 不排除有在这方面也效法普京 不安分不安于时 似乎是也要通过离婚来寻找新欢或者新婚 这些可能性不能排除 但另一些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的就是中共是一个党天下 而王沪宁等人主张极权主义美学 要在面子上过得去看得过去 也不排除党组织以组织的名义出面 给彭丽媛施压高压甚至恐吓 强行把彭丽媛捆绑在习近平身边 或者表面上捆绑在一起 这就像毛泽东的晚言 本来早就跟江青分居了 两人就没有什么夫妻关系 而毛泽东主要是跟其他的什么助手秘书护士 什么列车员等等这些是乱来 这个淫乱深宫 淫乱中南海 跟江青完全没有夫妻之实 但是名义上还维持江青的第一夫人 维持双方的夫妻关系 甚至呢 政治上同盟 政治上结盟 毛泽东还打算 他死后呢 这个让华国锋过渡 然后把党主席交给江青 然后最后是隔代接班人 是他的侄子毛远新 想把毛家天下世袭下去 但后来因为华国锋发动宫廷政变 使毛泽东这一部署破产 所以也不排除想效仿毛泽东的习近平 在这方面也想效仿一下 那就是表面上强行的维持 或者是强迫彭丽媛跟他维持一个夫妻关系 然后自己呢 在其他方面有所自己的收获 而前不久也耐人寻味的 从中南海体制内传出 说近几年非常奇怪 习近平当政以来 说有大批的年轻女孩 漂亮女孩 甚至还有一些跟过去的文工团 艺术团相联系的女孩 经常被沉批的送进中南海 说是参加一些联欢活动 这就让人想起毛泽东早年搞的一些 中南海的舞会联欢活动 也是把文工团 艺术团的这些年轻女孩弄过去 表面上是跳舞 其他另有所图 后来彭德怀在前线打仗 有一回回来看到这个情景 就是大陆 彭德怀当时声望很高 是国防部长 是开国元勋 所以彭德怀就大陆下令 通过军方下令把这些文工团 艺术团的女孩赶走 甚至有的人还下放到北大方 毛泽东在跟这些女孩告别的时候说 你们难受 我也难受 老头舍不得你们 所以这也应该是毛泽东深恨彭德怀的原因之一 只不过那个时候刚刚建政之初 还不能发作 而彭德怀在前方打仗 是志愿军的总司令 那么后来再过了若干年 甚至更若干年 毛泽东决议打倒彭德怀 甚至把彭德怀迫害致死 应该中南海所发生的那一场事情 彭德怀驱赶文工团 艺术团 女孩的事情 是毛泽东之一 在北京 红二代传出消息说 前海军司令员上将吴胜利受到调查 习近平当局对他的调查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军方的审计 本来根据中共军方解放军的一些条例 说是在一个将军 军长以上的将领 离职之后一年内进行审计 但这个吴胜利已经离职三年半 却追溯来进行对他进行审计 这是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而且据说习近平当局不仅要对三年半进行审计 还放风说要对过去14年的军方作为进行审计 就是所谓反腐 也就是选择这些反腐来针对政敌 这里的信号之所以不简单 放风的人叫蔡小新 是说中共以前的一个所谓开国少将之子 她是红二代中少数支持习近平的人 她前两天也放风说中印边界的伤亡 故意缩小中方的死亡数字 然后又假装删除来引导舆论 现在由她放出这个风 因为吴胜利是太子党人物 是红二代 是太子党红二代中反对习近平的人 她是在2017年1月突然被撤职 她是担任海军司令员最久的担任了11年 她是上将 她的父亲是中共开国的工程之一 曾经是杭州市委书记 后来是浙江省的副省长 因此吴胜利就是红二代和太子党人物 当时在习近平上任前后 军方的很多位置都是红二代和太子党人物所具有 习近平在选择性反腐中开始似乎针对江派 后来就针对团派 再后来就针对太子党和红二代 想把同一代的太子党和红二代人物全部赶走 其中就包括吴胜利 吴胜利在这里被审计使习近平要吓死的一个表现 前几天传出说红二代和太子党是随时可能发动政变 推翻习近平 所以让习近平非常害怕 事实上吴胜利在2017年1月卸任 当时他率领辽宁舰队绕台湾海峡一周出了很多洋相 就暴露了辽宁号中共山寨版的航空母舰的十大缺陷 被台湾的国军和国际社会列出来 实际上成为绩效的一个对象 习近平就以那个为由把他撤职 但是那一年还有一个人物叫马晓天 是空军势力员 也在2017年就是中共19代前8月份突然去职 也是太子党人物 因为马晓天的父亲是中共的开国大校 而他的老婆这个家族也是中共的开国人物之后 所以这两个一个空军司令员 一个海军司令员都同在2017年去职 事实上消息显示 无论是吴胜利还是马晓天 都跟当年的一场政变相关 这个政变涉入了关键人物 包括7月份突然落马的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还有8月份突然落马的中共军方 总参谋长房峰辉 总政治部主任张阳 这几个人是同时落马 那么这个因为马晓天和吴胜利是太子党人物 被网开一面就是撤职而已 但是呢房峰辉和张阳却被法办 后来张阳自杀 有人说是被自杀 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孙政才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十九大之前一场未遂政变 说到中共军队解放军那是无关不贪 都贪腐 说任何人要审计都有问题 显然现在针对吴胜利的审计 不仅仅是从贪腐 这贪腐只是一个借口 针对吴胜利的审计和秋后算账 其中一半的原因就是2017年的一场未遂政变 那么另外一半的原因就是吴胜利 显然最近一两年又继续参与了反习的活动 也就是说反习阵营中他是其中一员 这是习近平要报复的原因 在美国昨天 参谱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上教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他说他的使命就是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 他说因为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证明有1.5亿人死于战争 代价高昂 因此他未来的使命就是防范大国之间的战争 他暗指的就是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战争 但是他说要防止这样的战争 尽最大的努力必须做到三点 第一点 保持高度的警觉 他对这样的大国 比如说咄咄逼人的外交 或者是动辄扬言经济制裁 或者是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这些都可能发展成军事行动 所以美国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和遏制 第二 他说如果遏制不能成功 美国要积极的 随时的投入战争 并且赢得战争 重新为世界赢得和平 那么这一点他又告诫官兵 说跟一些国家的战争不是什么将来事 实际上就指共产中国 他说极可能就是今天或者明天 第三点 他说的 要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 最重要的是加强跟盟友的合作 用国际社会的这种合作 文明世界的合作来共同应付这样的危险的敌人 那么同一天在美国国防部 公布有把中国20家企业认定为中国军方 中共军方 就是解放军背后的企业 就包括所谓像华为公司 海康威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还有什么熊猫电视公司 中国铁路建筑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 还有什么川普重工公司 他说这些公司都是中共的军方背景 因此美国国防部把他提出来要进行限制 或者说制裁 这样的限制措施就是 不能让美国的产品和技术落到这样的公司 因为落到这样的公司 就相当于加强中共的军力 就是解放军的军力 反过来危机美国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安全 而前天美国联邦调查局长 就是FBI的局长克里斯多夫雷 对电视台Focus新闻表示 说中共的间谍活动非常猖獗 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每10小时 就要展开一起针对中国间谍的调查 而这种间谍主要是经济间谍 他说中国对美国的这种经济间谍行为 在过去一年急剧增长了1300% 那么这些中共的经济间谍行为是无所不包 手段也无其不由 窃取的领域来说 从高科技到农业 从一般的科技到商业到各行各业 从企业的一百强的企业到一般新生的企业都窃取 而且中共派出的这些间谍 不仅仅是一般的职业间谍 也包括非职业间谍 比如说商人 学者 学生 研究机构 从事学术研究等等 甚至还包括更多的没有子民的领域 甚至包括比如说记者或者是外交官 都参与这些窃取活动 而另一个美国报告显示 说中国驻美大使甚至都参与了所谓千人计划 招募美国科学学校为中共服务 那么克里斯多夫说 这场战争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 有传统的手段 有非传统的手段 也就是说中共想尽一切办法 想把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科研成果 创新成果搬回到中国 但是克里斯多夫雷也强调 他这些窃取行为 见地行为 无关在美国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华裔美国人 他说这事关中国政府和国家 也就是在昨天美国国务院发布一份公报 关于全球人口贩运情况 也就是人口贩卖人贩子的情况 那么点名23个国家有人口贩运的现象 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存在大量的人口走私人口贩卖 尤其是对妇女儿童的拐卖 这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之一 与此同时 在越南方面 越南很多农村的家庭发现了更多的悲剧 那就是农村的这些姑娘都在很小就已经消失了 说这些年轻的姑娘消失之后 给越南农村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真空 这些姑娘去了哪里 很多人都是被贩卖到了中国 到中国去当新娘或者是奴工 那么说是最小的连13岁的女孩都被贩卖 以至于在越南农村 这些真空不仅仅是经济的和社会的 更带来了越南本身的这些像婚姻或者是成年人这些问题 昨天6月24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 对20名企业高管发表了演讲 这个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的政策演讲30分钟 他说对中国的误判 对共产中国的误判 是193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失误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包括当时 1930年以来 美国曾经先后跟纳粹德国作战 跟军国主义的日本作战 后来又跟这个苏联 对共产主义的苏联进行冷战 让美国对于胜利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对中国却是误判 那么就包括了当时的40年代 包括国共内战 国共谈判 他都承认美国误判 当时美国就有个谁丢失了中国 因为美国实在二战中拯救了中国 但是后来却让共产党统治了中国的时候 跟美国反目成仇 在朝鲜半岛跟美国大打出手 再后来联中抗输 再后来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给了最大的支持 按照川普的话说 美国是拿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 所以奥布兰的说法就是最大的误判 就是讲了可以说将近一个世纪 美国对中国的错误的认识 他说美国对中国这种天真的想法 是已经结束了 从此结束了 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了 另外他指出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 他说他所奉行的这个极权主义倒退路线 不仅要从政治上 经济上控制人民 而且要从身体上控制中国人民 而且最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控制 他这种控制还不止针对中国人民 还针对香港人民 台湾人民 然后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 他说包括中共在社交媒体上散发的虚假信息 不失的言论 还有进行的大外宣等 都是试图对世界人民的控制 他讲到美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遏制中共 他就举了美国最近所采取的七大措施 包括美国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切断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受到中共的颠覆 还有美国对中共跟军方相关的留学生限制签证 还有美国国防部所提出的 跟中国军方相关的中国20家企业 从此无法得到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动作 不只是七大 他举了七大动作 所以显示美国现在是加紧动作 紧锣密鼓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意识到共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么他作为国家安全顾问 选择对企业家发表讲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就说美国的企业界要准备好 随时跟中国脱钩 而且美国的这些大企业应该考虑一个是转回美国发展 要么就是转进到其他国家 像印度 东南亚国家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其他像加拿大 墨西哥等等 相对安全的这些民主地区进行新的经济发展 也是在昨天6月24日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叫做《香港自治法》 这是对香港人权政策法案的一个加强版 这个法案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提出 全体一致的无意义通过 这个法案指出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 还要扩大范围 一方面是对破坏香港一国两制 破坏香港高度自治的中共官员执行制裁 那就是众所周知的 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制裁 同时要拒发签证 禁止他们来美国旅行 那么现在增加一项交 如果这叫一级制裁 还有个二级制裁 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任何银行 或者说其他国家任何银行 跟这些被制裁的中国官员有往来 那么美国也要进行制裁这些银行 这叫二级制裁 就是说跟这些官员有往来 这样就涉及到中国大多数的银行 都可能跟这些官员有往来 如果美国发现的话 那就是说美国的银行系统 美国经济体要切断跟这些中国银行的任何的业务往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大多数的中国银行排除在美元交易的体系之外 其中众所周知的SWIFT这个系统就是美元的结算体系 那么一旦离开了这个结算体系的话 基本上国际业务就停摆 所以这个法案推出之后 可以说是对中国各种金融和银行的进一步的整设 那美国之所以通过这个法案是说要赶在中共加快动作之前 美国必须呵止它 包括美国和欧洲都这样认为 因为中共加快了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程序 是要在所谓6月底加紧立法 让人大常委会成为立法 赶在七一前 就是香港回归纪念日之前去通过 因为预计七一前后香港民众会发起大游行或相关的示威游行或者是抗争 中共想把这个港版国安法尽快投入使用 美国和欧盟都希望中共能够悬崖在这种巨大的国际压力下 但是显然这种希望渺茫 中共基本上会一意孤行 因为我说过现在的习近平政权 习近平王沪宁政权是两极政权 一个是极左路线 一个是极端独裁 所以推行这两极完全看不到刹车的任何势头 而美国和欧盟都认定 所谓港版国安法跟中国的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事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 压制选举 压制民主 剥夺香港人民的包括言论 新闻和出版自由 还剥夺司法独立 说根本无关国家安全 不过回头说来 中共的国家安全指的是政权安全 说他事关中共的政权安全 这是中共的重中之重 这就是在6月17日在夏威夷 中共的官员杨洁篪跟美国国务卿再三表达的 除了国家安全 其他都可以跟美国谈 也就是中共的政权不能讨价还价 就跟北朝鲜一样 谈判中一定要承认金家政权 承认金家世纪政权受到保障 否则的话 其他一切都免谈